法国的国家平普管理局 现在就在12号说 经过测试iPhone 12 释出了太多 容易被人体吸收的电磁波 数值也超过规定的范围 要求停卖iPhone 12 即日起就从市场下架 哇 法国现在是怎么样 直接来恶心你iPhone了吗 而且哪一天不好选 就选在12号这一天 不知道人家是那天 要发表新款的iPhone 15吗 蔡委员 这个法国还蛮好玩的 他讲的是iPhone 12 他没有讲13 14 15 他说就让他们测试的结果 目前在法国卖的iPhone 12的新机 大概每一公斤 有5.74W的电磁波 比他们法国规定的 每公斤4个W的电磁波 还要高了将近个1.74出来 所以他觉得就是影响人体健康 那要这个苹果收回修理 我老天哪 这个收回修理 这个是个大工程 那不晓得这个禁令 是不是已经确定了 如果确定的话 你不要以为是只会影响到iPhone 12 他当然iPhone 12也在卖 13 14都在卖嘛 看你要便宜还是要贵的吧 但是iPhone畢竟是已经是好几代钱的传品了嘛 对啊 那大家会想那iPhone 15有没有 有没有呢 对啊 对啊 那你为什么法国故意不去撤iPhone 15呢 对啊 这个单位啊 国家贫固管理局啊 基本上是很类似我们的这个什么NCC啊 很类似 那现在麻烦就是说 那你iPhone要怎么回应 是跟他打官司说你这个不对 还是说我乖乖把他收回来 那收回来接下来 那你要把13 145的来撤一下 那就事情就大调了嘛 那也不能怪法国这个机构 如果他真的有撤到这样的一个 而且他们真的规定每公斤4W的话 那大家也没话讲嘛 我就不想你美国规定多少 我也不知道你中国大陆规定多少 那如果法国真的早就有这个规定 不是因为你iPhone出来才跟你规定的 那你就要符合嘛 就像那个毛鸣讲的嘛 这个要考虑安全 那你买可以啊 可是你不能把手机拿到什么 公家机关跟国营事业的工作地点里面 要么你iPhone手机 只能拿在家里用 不能拿到工作地点 可是问题是 谁那么吃饱的太闲了 上班拿一吃 然后家里放一吃 太闲了一点嘛 对啊 这个蔡委员好像有很多朋友都是很关注您啊 所以都还知道您用的是iPhone12 对啊 12没有错 用了好几年了好不好 我这是刚出来就买了 有电磁波耶 那要不要考虑一下 可是我也买不到华为 你那一支也不要卖给我 我还是想说我的也是iPhone12 可是12是Pro 我不知道有没有差别 不你现在有两支啊 一支可以不用带到工作地点来 是不是啊 所以呢这个今天呢 我们刚刚其实谈到 现在这个iPhone要面对华为的挑战 可是华为现在说 我不一定要跟你什么 跟你一个人单打独斗 我可以来打什么呢 我可以来打组合拳 组合拳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到呢 大陆的官方媒体证券时报 在星期二就报导了 现在呢就说 华为May 60下半年的出货目标 提高20% 而华为甚至跟小米还宣布 是跟小米达成全球专利交叉许可的协议 这个协议覆盖了包括5G在内的通信技术 哎 介大使 现在华为要跟小米来更进一步的合作了 是怎样 能够拼出 这个在手机市场拼出一席之地 对 当然这个等于说是企业这个联盟嘛 对 这个强强强强连手 我直觉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今天小米他还是用着这个 Android System 所以说他的这个作业系统 那华为基本上他已经转到鸿蒙了 对 那现在就是说这两个系统将来怎么样互通 然后呢怎么样在这个技术上打破很多瓶颈 是不是在这样的合作之下 可能会有一些技术上的突破 比方您的意思是说小米用鸿蒙的系统了是吗 就是说两个系统看看能不能试试看 能够相容 相容性把它提高 因为鸿蒙基本上我觉得它的研发能力 以现在华为的研发能力 我觉得远大于Android 因为Android事实上它这些年来也都没什么变化 它就是把小公司给吞了 对不对 你小公司一出来我就把你吞掉 然后放到我的这个系统里面 你的新的好的APP它可以 可以用的话就把你公司买下来了 然后其他可以 其他可以对它产生 这怎么讲呢 威胁性的其他的系统出来的时候 它也把你买掉 就把你杀掉 这是美国企业的一种竞争方式 可是这种方式对于技术的提升 它本身的技术 就是说你Android事实本身的技术提升 是没有什么太帮助的 可是华为不一样 不一样 华为我们今天讲盘古人工智能大模型 这不得了 这是深层式的这种人工智慧 它已经有一百多个平台加进去了 这种东西如果将鸿蒙系统再一结合的话 那光还有汽车 智能汽车 智能座舱 这些Android想都没想 可是问题将来 这可能跟鸿蒙系统都是通的 所以如果在这个技术应用层面 如果鸿蒙走得很快的话 将来是Android要找鸿蒙 不见得 那问题鸿蒙 基本上现在小米世界第三大吧 还是第四 大概排名第三吧 后面还有Vivo还有OPPO 还有一支在非洲大卖的 已经是占9%的 那叫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 哇塞都是中国手机 中国手机如果来个大反撲 大家全部赶鸿蒙 你看一下 你这个Android是不是 是不是也会面临一个 现在今天Apple面临的一个挑战 而中国的中产阶级 四亿五千万人 四亿五千万手机 还养不起一个鸿蒙系统吗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任何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